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他已经教我们了 就是昼夜思想神的话 当你思想神的话 你以另一个perspective去看这个世界 当然你未知会有金币有数值 但起码会在你望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否以另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我称为有神 但问题是有数值和记录 这也是我觉得我打策略game 最帮到我的一件事 我懂得换这个perspective去看我的人生 我看事服 所以我才确立了这一件事 而实际上我因为用这种方式 去看我的全人 就是说我会不单止我日常生活 不单止我上台的生活 不单止我研读的生活 连我做梦 我自己都会懂得 将它计算入去 以爱主的方式去发过梦 那种可以看我的全人 那你会发觉 我分享和所有牧师都不同 对不对 我直接将我的人生说出来 那你已经觉得很多inspiration 很多启示 很多领受 很多信仇 很真实 但是那些牧师 真的要说一些 他要不断拨命研究 因为他根本不是有这样的生命 他根本是客串的 所以我随便将我生活见证 我自己今次怎么看这件事 或者那次怎么看这件事 或者上个星期我怎么过 你们会觉得很有灵受 那这个就是神所希望 但是问题是 那些牧师 你看到这些广告你就知道 很多时候 他们是心灵不值一提 最多是说他们上台的时候 医到什么人 说什么劲和题目 这些我都有 但我远远超越他们 所以他们的信息是说来说去 那些并且是重复或重复 但是你看到日华里面 你问不同的问题 就算你问一个重复的问题 我可以每次答给你的答案 都不同 但是每次答案 你都会学到神器 这种就是我全个人生当中 我每一秒钟看着这个镜头的时候 因为我发觉 这里拿到金拔 那里拿到金拔 又证明了是 所以我就可以将每一次的 小段的事件 去告诉你 而每一次你们都会 好像看通了一些东西 我就是说这个 其实是最大的差异 就是说在我们 未有这些角色扮演游戏之前 其实我们未必想得明白 说得通 但我们有了角色扮演 这种游戏之后 我现在这么说 你马上都会明白 要不明白神的话 为什么他定了之后 这几千年都是这么不重要 音乐时代都是这么不重要 因为你们读开神的话 走开神的真理 你又真的明白 神的话 是真的会将你的观点 将你的理解 以及将你看人生的程度 是不同的 比如举个例子 先求神的觉 和神的意 这些东西 都会加给你 是很popular的一段经文 你会用这些东西去看这个世界 对不对 当你这段圣经 在任何一次行真理 或者任何一次施写 或者付出的时候 你浮演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会更多写的 对不对 这个很厉害 这是趋势你做多了 对不对 做多了 但是 如果你熟读得很重要的话 又懂得继续我们现代的游戏 你就会像我那样 我会看到这次我付出 这些会带来什么 对不对 那变成我行真理 不只是避免 是每一件会付出的东西 是每一件 每一件你都按着 杀了去做的 这叫做邏輯法 因为你是 直接用了这个方式 找出除了这一道 可以赚到金币 还有很多方式 所以譬如一些人 玩现代的角色扮演游戏 都会用了很多招式 去看看 这样又可以 最明显的是 最明显的是 如何打法 就会拿到多少金 或者多少银 例如一些小狮子 代我打的户口 之前又会打一二百万 现在是打一二千万 哇 好可怕 为什么他们可以 这么明显看到差异 就是因为他们有 这个升值的金币 给他们看见 这样玩就更厉害了 这样玩就会有 这样玩是没有钱的 这样玩也会购买 得不常失 换句话说 我们现代来说 有这个帮助 其实是导致我们 玩这个游戏 我们知道真正的目的 目标 和最后我们是一个 成功玩这个游戏的人 但是人生也是 即使我们的敌人都供应 石安是成功的 他们都想有一间 我们这样的教会 身为牧师 都想有一班 我们这样的弟兄之父 很同心 令人震惊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有 为什么我告诉他们 是这样的 他们不相信 为什么他们会核眼呢 因为他们的眼睛 是不会看到的 因为他们这次 悲讯 不信圣经 就不会相信我说的 对不对 马帝方第六章 第十至二十一节 只要積赞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从此咬 不能受害 有没有有财 或挖洞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心感谢主是人爱我 心感谢神爱护前方 在这风波路逃 让我心得着昏陀 无论有着我 从从上低伴我走过 神在旁都引我 神在旁都引我 忽悲于我 使尽我人里无共著光 今天照亮我 令吉可深方向 苦助我在困惑里突破 我心要定之香 更想珍我 不管有着性快得失的交错 只管快过去全心跟我 不会受灶 我心想珍我 请珍财 我心想珍财